本節目《屬家獎指引》裏面 請請留意 恐懼無處不在 在你身邊隨時會發生你不知道的恐怖事情 壓力是無形的殺手 也是人類最大的敵人 有些人會對自己的樣貌和身材極其不滿 不斷用盡所有方法去改造自己 這種對自身外形追求完美的壓力 往往會演變成一種身體畸形恐懼症 好… 歡迎大家收看《無孔不入》 今天正式的話題前 先介紹我們的嘉賓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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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話題跟她有關係 對, 為甚麼 說漂亮 又漂亮說起 你不要那麼敏感 跟她沒有關係 我不敢說 怎麼真的有 說漂亮不只是女士尊美 現在男士也要貪漂亮 化妝品大行其道 想點漂亮不太容易 對, 而且現在 因為大家醫學美容, 眉調, 甚至整形 都很流行 大家還用了很多錢去做這些事 你也有嗎? 說到嘴巴 我沒有… 你用了多少錢 你剛才告訴我 我怎麼了? 我純粹是出鏡化妝而已 我會讓大家這麼說 不過有時候 我想美容是不少不免的 你也會做臉部 對, 臉部會 臉部會, 眉調 我想過了幾年我都會想 為甚麼? 我怕自己會扔 但那些可能是修復的 其實那些不算是眉調 那些是醫學美容 對, 因為姐姐也有做 我不知道, 其實我亂說 不是整容 不過我比較穩定, 想長久一點 菇牙我真的有興趣 菇牙就算不算 有些人甚至是剝牙 剝大牙, 會做臉部 是 因為牙… 譬如我們每一邊是2124 糟了, 我好像很醫學 如果剝這樣一隻 你的牙骨就會比較縮小 這樣會變成臉部比較V 沒那麼方 但你有時候做得太多 是一種病 當然 有些人是做得… 分分鐘有自殺傾向 這麼嚴重 做得很嚴重 所以這個… 做完真的覺得自己不漂亮 想死嗎 不是, 不夠漂亮 對, 再好一點 永毛指 你沒看到有些腰 可能只有這個箱那麼幼 做得… 你起來, 你看它 我不想看你立關 你看, 剛才他立威的時候 我看, 不是吧 薄得這樣 還是很小的, 是吧 這樣, 像箱那麼薄 每集無孔不入 都會以問題遊戲形式 和大家深入探討 研究不同主題 答中問題最多的嘉賓或主持 就可以指定某人接受大挑戰 你很冷靜 你好像完全不怕大挑戰 因為… 我也未必輸 看來你對這方面 其實範疇很有信心 所以我們現在馬上就要看看 我們的第一條問題 身體K型恐懼症的患者 會對自己身體的某些部位 有強烈的不滿 兼顧厭惡感 例如肥胖 有疤痕 頭髮稀疏等等 他們會將這些所謂的缺陷 放到無限地大 產生極嚴重的焦慮和恐懼 當中有些極端行為 會在患者身上發生 A,長時間戴太陽眼鏡 B,長時間照鏡 究竟誰是真,誰是假 Bel姐 答案A是為你以前的 長期戴著太陽眼鏡 沒有,現在沒有 現在開廠都戴,誇張了 我平時戴太陽眼鏡 是因為保護眼睛 不是代表我沒有信心 不是極度的行為 這是一個很好的借口 告訴你 因為陽光冷烈很多 我選B,你們別說我 澄清吧 B B,B B 你別想著B 我選B 我選B 好,我想問Alee 你今天選什麼 第一題 我選B 因為長時間戴太陽眼鏡 這是造型 我在說王家衛 是 你給誰去除 如果戴太陽眼鏡就有病 很多人也有病 沒有那麼容易有病 不是等於這樣有病 而是他們喜歡用這種方法來 這樣開 所以… 但你會不會長時間照鏡 我不會 我也沒有 他沒有問題 你選什麼 B 這是A 對 我沒有恐懼症,但我有選擇 選擇棍難症 我有選擇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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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選擇障礙 這個很大事 這樣也有障礙 好,我覺得很容易選擇 雖然你們覺得戴太陽眼鏡是遮太陽 是… 沒有關係 我覺得是A 為什麼呢?有道理 他戴太陽眼鏡 他看別人多了一層色 他覺得別人看不到他的眼睛 透露不到他本身內心的感受 恐慌 所以是一個掩蓋 我同意 我也是打算選A 是… 因為老實說 現在觀眾每個人都打開雜誌 說這個樣子不同了 那個樣子不同了 那樣子不同了 全部藝人 平時做什麼? 只是戴眼鏡 很明顯就是這樣 好,A,A,B,B 兩者 對 好,不如看看答案是怎樣 好 身體異形恐懼症的患者 他們很多時候會花很多時間去照鏡 檢查很多東西 包括鼻子 有可能他們檢查皮膚 甚至頭髮 這個會令他們極度困擾 影響到日常生活 身體異形恐懼症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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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未必的 不過身體異形恐懼症 很多時候人們不滿意自己 不斷改 其實出於一種原因 對自己的內心 完全失去信心 對,因為有時候 有些人表現得很自大、很自信 其實心裡很自卑 你在說自己嗎 我也覺得你經常自大症 你為甚麼都要進去? 你經常吵架 不,因為他經常說自己像這個 像那個 我不做了 又回來了 乖 不要緊 我只是說一句 病向前衝 真是的 又是我 不要看著我 我說誰 我都說誰 我整集都是我做主角 還有一件事 就算自己… 坦白說,我不說那麼多 我覺得自己的樣子真的不行 也有前輩 一入行就說 你的樣子去修理他 那修理什麼? 不如別做 只有你才這樣說 你別管他們 我沒有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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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我早就用了這個方法 我是很接受自己的樣子 天生我 養必有用 是 所以什麼都可以接受 但有問題 要接受 這是真的 是 是 患有身體K型恐懼症的人 一開始大多數都會拒絕精神科的治療 只會尋求整形外科和皮膚科的協助 令他們未能及時得到適當的治療 而患者在同一時間很大機會會患上其他的病症 當中最常見的是 A A 厭食症 B 抑鬱症 究竟誰是真、誰是假 我想我可能會選B 你這麼快選 不, 因為你對自己的樣子很有信心 我真的長期對自己的樣子很有信心 你自己說 我又想鼻高一點 又想眼睛大一點 我又想嘴小一點 你的嘴還說不夠高 不, 高得來一點 尖一點 我想要一些鬼仔的樣子 各位觀眾, 可否聽一下他的結合 為甚麼? 看著他的樣子 我經常覺得他好像台灣的男藝人 就是… 可以長頭髮嗎? 對 動… 其實他有點像形成動 是否想同一個? 是嗎? 你是否想同一個? 是嗎? 還是肥肉青? 大家好, 我是肥肉青 其實你應該接受美的 就算我… 就算我… 我也是對自己的樣子 不是很滿意 現在身形 我明顯是沒有顯著地瘦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厭食 我會屈…會有抑鬱 厭食症一定是代表擔心自己會肥 其實厭食是用這種事 來宣洩自己內心的… 是 宣洩怎樣不吃? 是精神上的 所以我會覺得A是厭食症 我覺得是B 你覺得是B 你覺得是B, 舉手不回 怎樣?才女 小姐 其實我經常有一點… 不滿意自己過肥 但是… 少許? 我曾經覺得… 如果我吃不下就好了 但是因為… 永遠都不會吃不下 所以我覺得… 不滿的狀況之下 可能是抑鬱多些 我們同一條船 是呀 我可孤獨 不要緊, 可能只有你一個 你呀 既然選了, 就這樣 就聽專家怎麼說 身體異形恐懼症患者 很多時候同時都有抑鬱症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身體異形恐懼症 其實跟焦慮症很有關聯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是 患於這個病 其實他們的問題 例如他們的皮膚 身形等等的問題 對他們帶來很大的困擾 而有時他們未必解決到自己的問題 所以令到他們心情極度低落 而心情低落 有時他們也會有自殺的念頭 所以真的有時要小心處理的一個病 是… 對, 嘉賓也是對的 只有躺過來, 只是不對 是嗎? 你是否專門輸的? 我… 我不是叫輸, 我答錯了 我現在還未到終極, 我還未是輸 可能是輸了兩條 我覺得你的智慧應該答對 為什麼兩條都錯了 這些東西跟智慧掛不動口 下一節回來 我們會為大家了解一下 身體異形恐懼症的成因和治療方法 千萬不要走開 大家可能對身體異形恐懼症 這個醫學名詞比較陌生 不過並不代表這個病這麼罕見 據稱大約有一百分之一的成年人 都患有某種程度的身體異形恐懼症 而青少年和成年早期 還是患病的高峰期 陰公, 針對你 為什麼是我 你也危險, 你不要指日了 你也危險 他還是青少年 多厲害 他知道手指是直的 他還是青少年 我如果擔心身體異形恐懼症 我現在擔心你的安全 你是不是高峰期 我剛剛偏離一點點 偏離一點點嗎 也近的, 偏離一點點 即是多少 他遠一點, 看不出來 他以為他是青少年 這個真的不是青少年 這個已經踏入另一個年 他真的比較… 更年嗎 不是 我認識你嗎, 棠哥 我們現在做一次服務 還要被吵架 不是 其實我們今天要談到什麼呢 這樣而已 你聽了什麼 我們不要這樣 問嘉賓意見 我不要這樣說 看看你們繼續說 我不知道 那你對其他方面 會特別注意得多嗎 我注意得多是皮膚 皮膚 對, 皮膚漂亮和不漂亮 跟你的樣子很有關係 是 你一個不漂亮的人 但你皮膚漂亮 你也覺得他比較漂亮 一個很漂亮的人 爛臉, 也是這樣 大笨象 那些皮膚都抄襲 但你覺得大笨象是可愛的 真的嗎 我覺得 整天都在一秒站好你 有事 棠哥, 你這集做什麼 我又無事 我又無事 不要這麼尷尬 我們現在馬上看看 第三條問題 讓棠哥, 男性 我看 對於身體K型恐懼症的成因 有很多種不同的解釋 有些人說 小時候的生活環境和遭遇 都有可能引發這種恐懼症 而其中一個具有爭議的精神分析是 A, 對性的過分壓抑 B, 對異性的過分渴求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這個真的很難 我覺得他剛才說成因 不會形成這個病 通常會變成變態殺手 通常變態殺手 小時候都有童年陰影 我只想起一個人 大國平 Tigerwood Tigerwood Tigerwood, 你說的新聞 你知道吧 對於性過分渴求 是 接受治療 他現在就對性過分壓抑 他兩種東西都有 是因果 醫生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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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零變一百 對, 由零變一百 然後吸引他 不用變中間 他是過分需求 變他過分壓抑 是醫生問題 說了等於沒有 那你先按下吧 你先按下吧 我覺得是過分壓抑 因為你很明顯是對自己很不滿意 是 你明明很想要 但你覺得自己得不到 譬如我… 當我遇到一個美女 這裡 對, 譬如我明明很想要 但我覺得我真的陪不起你 那我就壓抑 壓抑 那就有惡性循環 即我越壓抑 我就覺得自己的樣子越不行 我就越想弄它 這麼冷輸 不過這個不是事實 因為你才是美女 我也不壓抑 我沒想到你在外國生活過 都會這樣 所以我就不壓抑 我沒事 但我覺得整合的分析是A 你選了嗎 你選了嗎 當他精神分裂出來的時候 他就會做一些很極端的事 那你有沒有分析到他有沒有問題 他是絕對有問題的 那你不要, 扔一下 你不要 他又燒了 我那一疊 因為他… 我明明是選了答案的 其實他就是因為過度自卑 因而產生過分自大症 所以我會好好體諒你 其實我也不是很自大 其實我真的不是很自大 為什麼你這樣說 我完全叮叮這麼多字 但我都看不到 因為你們是同性 所以感覺不到 他會生氣嗎 不是 藍性的性 唐哥 來, 我支持你 好 這是自信的表現 是不是自信 A 答案 好, 看看答案 心理學的解釋 我覺得是對性的過分壓抑 所導致的 這是跟法洛伊德以往的學說 心理學的學說 是看到出來的 現今的精神科的角度來看 就是覺得這個病 是跟腦部功能失調有關的 其中一包括 每個人的DNA 都是決定了他長大之後 腦部健康的情況 而在我們都市人的生活 可能生活上遇到壓力 例如可能是事業上的壓力 學業上或者家庭的壓力 種種這些心理的壓力 是影響我們的大腦 會破壞我們的大腦功能 可能累積了足夠的壓力 而腦部功能出了問題 就導致有這個病 有這個病 很重要的 一條而已 這也是自信 真的很棒 坦白說 這些精神 生活環境 成長環境 真的很有影響 是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適當的 無論是對異性的渴求 或是牙液 適適當的也好 無謂極端 中容之道 適可疑只是好 大家說了差不多大半集 身體經驗恐懼症 如果假設有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怎樣面對 當然 可以尋求專業的協助之外 原來 是有一些方法可以治療 是嗎 對 就是選擇A和B 沒錯 A和B是甚麼 你們呢 跟很多焦慮症一樣 要醫治身體K型恐懼症 除了藥物治療之外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行為治療 不過在外國 亦有一些個別案例 用了特殊的方法 其中一個案例就是 A 一天自拍至少200張照 B 每天堆鏡畫字畫像 究竟誰是真 誰是假 如果200張在室內拍攝 全部用閃光 是否會青光眼 可能會 可能會 我覺得現在這個世代 你拍了一張照片出來 也沒意思 可能因為拍完 立即要撿 每個人都自拍 沒錯 你拍完也不準確 但B 我覺得 如果你每天畫畫 也會浪費時間 不是 剛才說外國 外國的人可能喜歡畫畫 喜歡而已 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不是 對,還有梵高 說回梵高 又是跑鼠包玩 對,因為他有精神病 是 他的作品之中 有很多都是自畫像 所以我覺得… 那他又會治好自己 他沒有 所以沒有 他耳朵也沒有了一隻 是 真的 我覺得人們已經覺得自己很恐懼 你還每天對自己的畫力放大 所以就要面對現實 因為我越來恐懼 這個是病 當然不是 因為自拍 因為最近 例如手機流行 有相機之後 才有自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病 其實應該是出現了很久 但自拍 最近才有病 因為自拍完也沒有了 你也會撿照片 撿到很漂亮 但我有一刻想過 可能撿照片 令自己舒服一點 那可能會治好 但剛才Bel姐 又真的一言驚醒夢中日 那我支持你 對 那收費就好 那怎麼辦 你是最慢的 所以你選A 你為何要強迫別人 因為手法有手 也沒有的 你有病 你強迫恐懼症 可能有一集是說這件事 對 曾經在英國 有一個很特別的案例 就是有個患者 用很多次的自拍 去幫助自己 去治好這個病 其實如果從心理學來說 有效的治療方法 可能有一個叫 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可以幫助這些患者 其中它是幫助去糾正 他們患者對問題 一些錯誤的想法 除此之外 精神科醫生 也可以幫助這些病人 包括可能是用一些 調節血清素 甚至多巴胺的藥 令患者的腦部功能 回復正常 真是麻煩你讓我成為 是 因為他只畫一個案例 是 曾經有一個 很多案例都是畫畫 但無論如何 我是很無奈之中 成為… 贏了這條問題 今天他贏得最多 是 我現在的人生真的很刺激 是 因為我們很快又來到大挑戰 這個環節 今天大挑戰玩甚麼 我只是深刻記住這件事 是 大挑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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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這件事 是甚麼 這麼厲害 千人真嗎 很變態 這件事比較冷 你好像很樂意試一下 不如你試一下 不是… 不是你作主 對不起 因為今天我是答… 答了全部的問題 大家是語中同樂 所以你們三人一起玩 其實… 我不行 平時看到靜電 我都會… 你碰著 你碰著 然後你們要手牽手 是不是很厲害 很厲害 不,你按著… 你按著… 你按著我 對,等等 你先按著… 你經常按嗎 我不行 我不可以直接碰到球 我可以讓Oli試一次 你不是很怕嗎 你不怕嗎 我很怕的 不過我見過男人這麼害怕 我就會大膽一點 真的 真是… 很棒 我哥哥也是男人 為何不說他 因為他前輩 你說你… 吃路嗎 我告訴你 你覺得他正在賺我嗎 他在潛台前說 棠哥,你快要一年拿四張醫療券 那一張 他不然你這麼怪我醫療券 所以他有被害妄想性 被害妄想性 你還要玩 回來… 我接受懲罰 快點 快點,現在是光燈 難得讓你贏了一千 我不是簽了盒 我真的不會照著我 我告訴你 快點 大家先… 別人現在嘗試你 先碰著嘉賓 快點碰 又說不怕 不是 一、二、三 怎樣? 很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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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不是 但是… 你碰著他 碰著我 真的很小 很小 為什麼? 你試試看 我看著我做這個節目 不是,因為你輸了 你經驗樂業的 經驗樂業的 經驗樂業的 Mail姐 我先回來了,對不起 快回來 你試試看 你不怕 你碰著OV 不是,O… O… 你出品又不行 英文又不行 你在做什麼? 你們是來禁錄的 你快點,輸了又沒數 我真的不怕 快點 快點 真的不怕嗎 快點 你不要那麼害怕 對,讓我拖久一點 還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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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你沒感覺到 不是 不行 好像靜殿一樣 棠哥,你的最終台詞還沒說 不行 我先告訴你 不要 我是不怕的 你說你不怕 我怕的時候做什麼 隨時會做你 做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真是 沒有空世界 再見 不要